哈喽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你们的idol昆昆赵 今天如约而至啊,来对比一下这两只较为非常接近的Strapecast类型的琴 一只就是进去讨论度非常高的PRS SE小银天 还有就是这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芬达的木丸 这一期主要对比音色 那上一期视频我做了这只PRS小银天的开箱 看到大家的踊跃发言我还是很有启发的 原来一只琴可以从这么多的方面来解读它 那有一个比较尖锐的观点就是 这两只琴都卖到六千块了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那我可能看问题的角度会有点不一样 我也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去研究这两只琴 同时也希望我的观点的输出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而不是任何的导向 首先声明一下我和这两个公司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我也没有收到半毛钱 无论哪一方因为我的这个视频卖得好了 也没有半毛钱会进我的腰包 除了平台每千次播放能给我的一两块钱之外 我从这个视频里得不到再多的收入了 所以在整个对比中我没有任何的必要对音频做任何的手脚 一切都是我直录出来的音频的对比 但还是那句话 我的所有视频都仅供参考 同时为了能让我的视听对比多一个角度给大家参考 这只非常传奇的分达美标7400也参与到视听对比中 这是一只90年产的美标 谈过同时期同款琴的人非常的传奇 没错 那个人就是皇家居 不过有趣的是 这只琴价格其实是这三只琴里面最便宜的 因为90年这只琴的售价是750美金 而且当时的汇率甚至都不到1比5 换算成人民币 这只琴大概也就3000多不到4000 but but 这可是1990年的3000多 当年的3000多的购买力 相当于现在的10倍可能不值吧 首先我先从不插电的原声音色去做对比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对比 其实我弹了20多年的琴 那玩到今天 我试琴基本上是不插电的 就是我决定是否要买这只琴 我就只听原声就够了 因为原声决定了这只琴的声底 一支电吉他的原声 也许不一定能够直接影响他插电后的音色 但是一般来说 原声越好的电吉他往往是越贵的 好的 试听对比完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出什么东西来 反正回放了 我自己听起来也觉得可能有点晕了 但是我实际的感受倒是挺明确的 首先不得不说 这只美标在三只琴里 它的动力感还有音乐性是最强的 那动力感强体现在我弹这只琴的时候 就显得比较省力 琴弦的能量能够保持的非常的好 而音乐性主要体现在弹这只琴的时候 觉得各个频段都非常的顺 所以当年家居在这么重要的演唱会上 去使用这样一只普普通通的美标 相信也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三十年过去了 其实分达做标准款琴的配方 大致上还是没怎么变化的 所以声音的取向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那你要说这只琴是否能够媲美 现在的Custom Shop还有Master Build 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它和那些Vintage风格的分达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就我谈过的Vintage的Custom Shop 还有Master Build来说 它们的声音里那种嘎嘣脆的木头味非常的足 中频很宽很霸气 而这种现代标准款的Straight 它的声音其实更集中于中高频 当然这只风格不是好坏 喜不喜欢还是看个人 而这只木丸呢我比较吃惊的是 它的声音取向和美标是很相似的 这里说明一下我这只木丸是蜂木纸板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的声音的风格还是会与另外两只玫瑰木纸板的琴有区别的 但是我手头就只有这只木丸 而且我比较熟悉它 如果再让我去找一只黄茶木纸板的木丸来对比 那时间上的成本比较大 我就放弃了 这里只是在音色的方向和品质上给大家一个参考 也就是更集中于中高频 这可能就是大家所谓的风味吧 但是这的确不是那种vintage的氛围 而是属于这种现代量产standard的氛围 那相比于刚才那只美标来说 它的动力感还有音乐性就会显得弱一些 也就是弹起来它会让我感觉更费劲一些 然后声音的弹性也会稍微的逊色一点 总而言之这只琴的原声表现中规中矩吧 那纵向的从整个芬达产品线的定价来说 这只莫丸的定价是合理的 当然这种合理不一定与大家的钱包相匹配 所以这之前的定价的各种讨论也是不绝于耳的 而实际上墨西哥产的芬达 从以前我们刚完成的时候就三字头就可以买到了 到现在长到了六字头肯定会让一些一路看过来的人心理上感觉不适 而实际上除了Square的产品线 所有的芬达的琴都不便宜 从莫芬到量产美芬再到Custom Shop再到Master Big 价格至少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都是偏高的 本质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降200的新链 我们期待它能降价 而实际上芬达一直不愁卖甚至一直在涨价 你说气人不气人 但我可能思考问题的方向不一样 与其去抱怨它为什么卖的那么贵 我会去思考它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 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么高的溢价权 明明现在有很多品牌都可以在做工品质 还有性价比上远远的超过芬达 但是就是卖不过芬达 芬达还是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吉他品牌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品牌的价值 正是因为它的品牌价值非常的高 所以它的产品具备很好的流通性 还有社交属性 好再来看P-S-S-E小银天 尽管芬达芬在国内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所以我最初的期待值也并不是特别高 直到我真正的上手弹过 并且做了对比后 它的表现着实是让我惊喜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动力性还有音乐性 是要比木丸要好的 我觉得P-S对自己的认知和商业的定位都非常的清晰 他知道Straight Custer这样的琴形是别人的地盘 所以他也要做这样的产品 那就需要做出差异化 甚至还能比竞争对手能多给些东西 所以也就借着John Mayer的名气 就把这块Sea with Sky给推出了 当然音色的取向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因为配置还有结构上有些区别 你看这个其实是有仰角 所以音色的风格上肯定是有所区别的 而这支琴给我的感觉是 它的声音的频段更宽 低频的下浅更深 声音也就更浑厚 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一个 在广州的某知名琴行工作的一位朋友的证实 高频相对比较圆润 但是也不模糊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 这个音色还是在线的 并没有我预期的那样的糟糕 虽然不是没产的 但是它的声音是有灵魂的 整支琴是有研究和设计的 这个声音真不是你随随便便 像拼积木一样就能够拼得出来的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爷呢 对于这个品牌或者是这个产品 有成见的人 我再怎么说也听不下去 当然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和这个品牌和这个产品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不掐这个饭也不卖这个琴 所以对于我来说 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是完全OK的 也不会影响到我什么 那其实在上一期的开箱视频里 我看到了一些很尖锐的评论 有的说这琴也就值个一千块 当然说两千三千四千都有 当然这个数字大家随便怎么说都行 但其实最终这个价格还是由市场决定的 一个产品的成本不仅仅只有它的物料成本 还有背后的设计研发生产以及推广 还有员工的薪水整个公司的运营 纳税关税等等等等各方面全部都是成本 这些看不见的成本加起来可能已经远超了 本身型的物料的成本了 所以我们看问题还是不要只看表面 还是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不然人人只要够懂就能够做老板发大财了 当然这是不存在的 光懂产品这是无法做生意的 同时熟悉我的老铁也知道 我长期的都在把玩不同价位的琴 从几百到数万元的都有 我觉得我对一支琴的音色的基本判断还是有一点的 就这支琴一个核弦扫下去 给我的反馈感来说 就不是一支便宜的琴能够做到的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以一千块的售价做出这样品质的琴 那我觉得你赶紧去联系PIS 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因为从商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 PIS绝对会找你带工 而不是现在的Court 据我所知 国内有一家口碑非常好的吉他工厂 连续十年给PIS打样做样品 但都没能拿下PRS SE的订单 我也希望看到我们能有更多的吉他工厂 用很低的价格做出很棒的吉他 要知道大品牌拥有超高的溢价权 所以我是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制造业的天才们 能够扭转这个FGPI四家独大的局面 就我个人觉得分达也好PRS也好 这么大的品牌市值几个亿的品牌吧 难道他们就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吗 但如果是我 我是PIS或者是分达的老板 再去开发一个新的产品 并且决定要长久的去销售的时候 我肯定在研发环节会去反复的推敲 并且会综合的考虑成本和市场需求的关系 我觉得一门生意真的要做久 它的尽头就是信任 只有信任才会促成第一笔交易 然后接着是第二第三第四笔的复购 时间和市场会给出最终的答案 如果一个产品定位失误销量不佳 我相信这个品牌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足以让他们醒悟过来 而如果一个产品的销售状况很健康 就说明这个产品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 并且接下来还会继续逐步的涨价 也是完全的符合市场规律的 我也希望我的观众们能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辩证的看待整个世界 用合理的商业逻辑去看产品 那关于这三只琴的插上电之后的音色的对比 我放在下一期好了 顺便也聊聊小云天的使用器 当然了说到这里 有的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帮PS做一些公关 其实我说了我不下饭也不卖这个琴 我只是对这些大佬品牌们有着一个敬畏和学习之心 所以我会以一个正面的角度 而且是以一个玩家的角度去品牌 但毕竟是规模化生产的量产型 它也绝对做不到很完美 那那些关于我看到的缺点什么的 那我就留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再说好了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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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